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视频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些什么呢 就是如何从手机号码来看到一个电话 这个号码会不会带给你肉财,还是带给你财富 所以今天我的视频会公开 就是叫大家去检查你们的手机号码里面 看有没有肉财的数字在里面 如果有的话,你们也打算想换电话号码的话 接下来你们尽量不要找这一组号码了 可以吗? OK,首先呢,我们先看到前面的 这个37或者73 所以这一组号码,无论它是37或者是73 它都是隐藏着一个肉财的磁场在里面 所以当你长期用这个73或者是37的话 你会发现得到 你每一个月就算你很省的人 你会发现得到你的钱财都很难守得到 就是很多方面都要去花掉 而且这个肉财的现象呢 它不算是破财 破财是一下子没有了一大笔钱 这个肉财它是慢慢的,慢性的 所以你会在你不知不觉中 会把它流出去的 OK,所以你要认清楚这个号码 37或者是73 可以吗?OK 然后可能你们会问 如果37,73出现在哪里才是算是肉财呢? 如果这个是一组手机号码来讲的话 OK,不论它是在最后面 它在中间 或者是在哪里 总之有73的话 都是代表肉财的磁场 可是你们可能会问 中间如果穿插了一些数字呢? 那算不算? 我们又看两个号码 如果中间有穿插了一个5 或者一个0 它们都算是肉财的磁场 如果反过来 一个357或者是307 也算是一个肉财的磁场在里面 OK,可能大家会问 什么是叫肉财? 肉财它就是慢慢慢慢的 把你的钱财消耗掉 所以当你们发现到这个号码的时候 然后你们也发现到你们的财 财运的方面 会慢慢慢慢这样子少掉 或者是不能够储蓄到你们要赚的钱的话 然后你们赶紧看到这个号码 你们赶紧要重新再换取一个新的号码 如果你们会问 哦,我非常的幸运 如果我的号码里面没有这个号码的话 是不是不代表肉财呢? 其实在我的课程里面 每一组的号码都有四个不同的号码呈现在里面 今天我要教你们的是其中一组 如果你们还要想要知道更多的 关于肉财的号码的话 你们可以来上我的课程 然后我会一一把所有的数字 还有其他的磁场的东西都会跟你们分享 Yuk,上才 Bertha 只是以后味 谢谢你 再见